就是疏散 就是交通 发现乐园的地方就已经让新北市没有办法 在适时的去运送这些受伤害的伤患 那么如果核灾发生的时候 在金香万里它的交通可以应变吗 然后台北市长柯文哲 你不要以为核电厂离台北市有40公里 当发生意外的时候 2014年柯市长曾经提过 要48个小时台北市的人口才能够疏散得完 那么4年后我们就能够很快地疏散这些人吗 或者是台北市在4年之后就有新的应对的方式了吗 我们诚挚地邀请新北市长跟台北市长 在这次的备合游行当中 你们绝对不可以缺席 因为这是你们将来一定要面对的问题